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們今天呢要來玩的這款遊戲叫做 上古龍神覺醒 好那麼今天就來試玩一下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遊戲的職業還有玩法 應該也是跟什麼之前的就是類似MORPG遊戲是差不多的 好看一下上市公告 靈魂購 直除 還有些心服好力 超酷炫外觀 還有超強覺醒 神龍變身 我們看一下目前的話是看著四伏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六大職業 那首先第一個的話是戰法 近戰爆發反傷 好接下來第二個是輸出啊 零件 他本身還是遠程的攻擊喔 不過他這個男生跟女生就是限制 然後第三個的話是隱身喔 神槍啊 難度的話也是五顆星喔 下方都有這些時裝可以先預先查看 好然後再來第四個 誒這應該是第四個 沒錯就是治療啊 就是召喚 好然後接下來全吃 遠程爆發輸出喔 這個動畫也是都有做出來啊 然後接下來第六個控制 近戰輸出控制 才可以把他變成這個聖針喔 應該也會有什麼 魔地藏之類的啊 好 接下來是很帥喔 然後最後第六個還有這個 應該是第七啦 才會有隱藏職業喔 那麼肯定是要選這個會有隱身的效果 這樣的話不管在進 進出戰場 或是 比較行於流水啊 就比較行動自如啊 而且他本身也是遠程輸出 難度也是五顆星啊 打這種傷害 肯定是不在話下了 好那麼就直接開始遊戲啊 好 進來這個遊戲畫面啊 又來到這個龍神覺醒啊 開始打精 現在遊戲小卡 讓我們調整一下畫面 每個NORPG都會有這段小動畫 然後看一下這裡有沒有設定之類的東西啊 看起來是沒有 拿到第1個裝備啊 無機跑 又放棄已經在我們剛進來就已經開了蠻多東西啊 這邊就只有888直出卡 這邊累積登錄啊 我們現在剛開始就直接領喔 10萬金幣 然後美元支出卡 然後第2天還是可以繼續領這個支出卡 然後第3天的話就有這什麼 親密夥伴禮盒 然後第7天的話就有這個超級酷炫坐騎 第8天翅膀 第10天靈氣啊 第12天的話又有這個夥伴進階 然後坐騎培養以及經驗的世界時裝 第11天的話 現在畫面真的是看起來有些 小卡 設定在這上面啊 我們打開這個高 然後流暢模式 我們直接流暢 這樣 至少看起來有稍微順一點 不知道就是人太多啊 這個真率喔 沒有到很高 都一卡一卡 這邊左方又有這個領取獎勵喔 手除就直接送 我們裝備裝備 然後雷出獎勵 所以說他這個支出卡的話好像都是直接免費給的 我們戰力直接瞬間飆升 超狂的遊戲福利 看一下目前 的背包 看一下我們這邊的喚醒喔 都可以啟動 這邊還有氣泡框 然後勇士祕寶 這邊的話花鑽石就可以直接去購買 啟動的話就有這個專屬的稱號 周卡還有相框啊 我們現在到現在都還沒有儲值任何一毛錢 好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就是可以來兌換這個遊戲的禮包學號 好 那麼要兌換的話我們就是先點選右上方的福利 然後接下來的話這邊最下方的話會有這個禮包卡 那麼這邊的話就可以輸入一下這個禮包碼 好 可以輸入這個DG 系列的DG3個6 DG3個6 看這邊都會顯示兌換成功 然後接下來改成數字3個7 DG3個8 DG3個8 好 這邊的話都是可以成功領取的 然後接下來VIP3個6 VIP3個6 然後VIP3個7 VIP3個7 VIP3個8 這個裡面的話也是有隱藏的超級福利喔 好 SVIP3個6 就是都改後面的這幾個數字就可以了 SVIP3個7 然後SVIP3個8 SVIP3個8 然後再來是EVE209 EVE209 接下來是NEW2020 NEW2020 然後再來最後是LF2233 LF2233 好 那還有最後一個隱藏禮包碼的話是下載雷電模擬器喔 那在首頁的雷電商店這邊的話會有禮包啊 那這邊的話第一個這邊的話就有這個上古龍神覺醒的獨家禮包 我們這邊可以點選右方的領取兌換了然後把這一串 複製起來 然後回來到遊戲的頁面剛剛的這個福利的地方 這邊貼上 就是可以成功領取啊看這邊也是可以直接拿得到了 好 那我們點完之後就可以到這個信件這邊去領取喔 那像是我們這邊有點到一些這個 玄金啊 還有金幣喔 及這個天命屬性單啊 我們看一下這邊其他的都是有些好康的 那這邊也是可以拿到植土卡 這邊的話還有事前預約的獎勵喔這邊的話在下方也是可以去領喔 那也是有大量鑽石 然後999朵玫瑰花喔 一些抽獎券啊 好 那我們就直接全部通通都領完了 好 那我們可以直接 看一下喔這邊還有100萬金幣啊 還有一些喚醒喔屬性單這邊剛剛也是有看到 好就是把它通通都打開 然後金幣 四級寶石 植出卡這個天命者祕寶 這的話也是有 機會可以開出這些東西啊 還有更多的這個植出卡 這個屬性單是數量真的蠻多的 還有馬卡龍啊這邊就是 超強的助騎喔 這邊只要輸入就可以免費拿 又有這個100個 這些屬性單喔 好 那我們最主要的這個馬卡龍啊 戰力直接加 2萬也有 這邊還有喚醒這個 藍蝶遊俠 還有頭像框這些氣泡就不用多看了嘛 這些屬性單喔 這邊還有翅膀 冒天聖雨 送的東西真的是還蠻多的 好那還有些其他的福利可以看一下這邊 線上獎勵啊 這邊也是可以領一些玄金 然後等級的話到達兩三百級也是可以拿到這個 稱號然後簽到的話也是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拿到這個經驗喔 好吧那麽上就是今天這個上古龍神覺醒的 有一次玩還有禮棒需要分享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喔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大家拜拜